检举达人现在又多了一项这个生财的方式 就是去检举人家肇事逃逸 现在有奖金可以拿了 这个高雄市首创的一个奖励办法 只要你可以提供出具体的试证 比如说你拍到了什么 最高奖金可以达六万块钱 最快下礼拜一正式上路了 但是如果不止一个人拍到一些具体的试证的话 不是大家分了哦 要奖励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 谁才会是第一个呢 行车记录器拍到这辆赛州瓦斯的机车行进地下道 骑士应是超车撞倒旁边的富人后 造势逃逸 被民众po上网 现在像是这种画面都可以用来检举恶劣造逃者 高雄市首创奖励办法 最高奖金六万人 最主要是提高我们警方的破获率 保障民众生命身体财产的安全 除了行车记录器外 像是监视器画面 或是第一时间提供车级资料 只要民众提供具体试证 协助侦破交通事故 只能受伤案件 可以得到三千元奖金 检举撞人重伤 造势逃逸者可以获得两万元奖金 如果造势导致被害人死亡 还恶劣逃逸 民众检举将得到六万元奖金 而两位以上民众检举同一案件 将是奖励最先检举者 如果警察方面的话 能够对检举者能够有些保密的 或方法他个人身份曝光的话 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道义的问题 我只希望背叛的人 他们可以就是受到比较严厉的惩罚 检举造讨有奖金可拿 提高破案效率 还能还被害者公道 民众都非常赞同 而这个奖励办法 最快将在下周一正式上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雄报道